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眉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兒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大學 47歲的Doris 是社會企業轉滴的創辦人 不過正值事業高峰期的她 去年確診患上乳癌 左邊的乳房需要傳乳切除 她現在已經暫時放下工作 全職養病 我2016年 已經做了一個 右邊乳房的良性腫瘤手術 出來的腫瘤 醫生的病理報告告訴我 下一個級別就是有機會是癌症 醫生提了我 小心點 其實沒有問題 良性繼續上班 繼續生活 但原來不知不覺間 身體在左邊 又有一個 惡性腫瘤出來 但其實 我表面上最初是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知道 又不痛 又不成 但到8月中的時候 我就看到乳頭 凹陷了 很明顯 我覺得有道力是扯到 令到它凹陷了 我一般的常識都是 如果乳房的皮膚有便宜 就一定是有機會是有不妥 當時除了要切除整個左邊乳房 Doris還要考慮 是否即時做乳房重建手術 我想最重要是真的自己 女士們要想清楚 你對的是自己 你不要想最親密的人都好 不要想他 想到自己 其實不一定要重建 但你自己的心裏 要經過一個思考和深思熟慮 這件事對我有多重要 如果你不做這個過程 衝了去做手術 切完之後 不舒服 心理上會覺得 真的不是一個女性 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代替到你 那種感覺 是你自己感覺到的 她仔細想過 亦都考慮到將來衣著的問題 最終決定做重建手術 如果不做重建 那時候有其中一個節目 就提了我 不行的 你一定不能穿這些吊帶 因為不做重建 要用異語 然後要用專用的異語空圍 是一定有帶的 不一定要穿的 但我覺得適當場合 穿了開心一點 人生會開心一點 所以這件事 我經常都提到女士們 你自己了解自己是甚麼人 如果覺得 沒所謂的 牛幾粒幾出街 我都是這麼開心 OK fine 你就不要做重建 但如果我是覺得 穿了這件衣服 我覺得適合地穿到 是開心一點 如果那一刻你不能選擇 就很不開心 總之可以有個自由度 選擇你自己原本的生活模式 怎樣可以令自己開心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決定 亦都是要自己 好好地面對自己 整形外科醫生 尿軒倫指 與防重建手術的主要目的 是減少傳與撤除手術之後 造成的缺陷 幫助病人重建自信 更好地適應 和渡過康復期 做完這個傳與撤除手術之後 胸部會變得平坦 平了 和其實會沒有乳頭 兼甲會有一個 比較長的疤痕 在胸口裡 乳房重建手術 最主要目的 其實是做一個 輪廓 和大小近似的乳房 和乳房的質感要柔軟自然 去相似我們 正常的乳房 當然 這個手術 不是一個救命手術 和這個手術 如果病人 選擇做這個重建手術的話 其實病人的手術時間會長久了 和身體的其他地方 會多了傷口 接受乳房重建手術的病人 可以用假體 將植袋放入胸部 這個手術相對簡單 不過 用假體會沒有那麼自然 而且植袋會有破裂 滲漏和移位等的風險 如果手術之後需要做電療 亦都會增加出現這些風險的機會 另一種做法就是用自體皮反 即是用身體其他地方的組織做重建 做出來的乳房形態會比較自然 病人手術之後可以接受電療 不過手術比較複雜 時間亦都較長 醫生說 最理想的選擇是用病人的下腹組織 因為它的柔軟程度和乳房差不多 而且女士生育之後 亦都有較多的下腹組織可以用 其次的選擇是背部 病人可以選擇做游離皮反手術 即是拿下腹皮反之後轉移到胸部 再接駁血管令皮反運行 這個手術比較複雜 做出來的效果亦都比較自然 但是如果血管接駁得不好 皮反有4%的機會會壞死 手術就會失敗 另一種做法是代替皮反手術 醫生除了要在腹部拿一塊皮反之外 亦都要拿一條腹直肌肌肉 肌肉裏藏了一條動脈血管和一條静脈血管 有獨立的血液供應 在轉移的過程中 不能整斷這些血管 當成功轉移之後 通常亦都不需要再接駁血管 皮反都可以繼續運作 這個手術比較簡單 手術成功率差不多有100% 但是要留意一點 拿走複直肌雖然對病人的日常生活沒有大影響 但是如果病人喜歡做瑜伽、練腹肌 又或者經常會用腹部肌肉做運動 可能就不會用這個方法了 這一天,廖醫生就和乳腺外科醫生合作 放一名53歲患有乳癌的女士 做全乳切除手術 以及即時做代替皮反手術 我們要切除的範圍 都多於三分之一 當你多於三分之一 其實保存乳防的手術效果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反而這樣的情況 我們便會建議 它可以考慮全國割 以及做一個檢驗的手術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留到乳頭和乳雲 那個樣貌出來的效果是好很多的 但是當然有一些情況之下 其實就保留不了了 譬如這個女士就是了 開始手術的時候 余善科醫生會負責 撤除病人的右邊乳防 同時間整形科醫生 就會開始拿病人的下腹皮反 和腹直肌肌肉 準備做即時乳防重建 醫生要在病人下腹畫記號才開刀 當皮反和肌肉差不多準備好的時候 病人的乳防也都差不多切除好 整形科醫生會量度一下 切出來的乳防組織 乳善科醫生已經把傳乳切除 手術完成了 這個就是標本 量本 量度寬和高 我們便可以預計 究竟我們要利用多少皮反 去重建乳防的形態 就是這樣 傳乳切除之後 病人的胸部會有一個洞 一會兒就要把皮反 移到這個位置做填補 醫生會把皮反修剪到合適的大小 透過開一個皮下隧道 轉移到胸部做乳防重建 尺寸 我一早就量度了大概 大概是這樣的 我印上一個帽子 之後會切走皮反多餘的皮膚 然後連針 下幅也可以埋口 很難做到百分之一百 完全對稱 因為其實乳防的組織 和肚皮的組織 其實是不同的 但我們盡量希望做到 闊度、高度、厚度 可以做回 和武士那邊的乳防做回差不多 這位女士做的是即時重建手術 效果會比嚴遲重建好一些 亦都可以一次過完成手術 不過手術時間就會比較長 差不多用了七個小時 醫生說 嚴重或者晚期乳癌的病人 又或者心理上 未準備好做重建 傷口癒合能力差的人 都不適合做重建手術 由於做完手術之後 下幅的傷口會比較大 部分病人術後 可能要彎腰屈膝幾天 大約一個星期後 就可以出院 Doris當時正正接受了這種手術 經歷了一場大病 她現在更加注意飲食 亦會分配好作息時間 即使我日後上班 也不會讓自己這麼晚睡 將做不到的事交給翌日做 而且吃東西 我不會再沒有所謂 真的要選擇飲食 選擇一些有營養 以及對自己的身體 不要有那麼大風險的事 所以我一直都享受治療過程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自己面對自己的身體 需要些甚麼 是否幫助人的工作 便能夠滿足你整個人生 真的不是 自己先搞定自己 才去幫助人 剛才看了影片 你還未知道是甚麼影片 是的 其實就是這樣的 廖醫生 先說說話 你好 真人版來了 因為其實那條影片 應該是幾年前拍的 幾年前 我猜年多吧 年多 應該是 剛剛這個節目 就是拍說重建乳房 他就是主診醫生 整條影片是一個訪問醫生系列的 題目就是重建乳房 一開始就有個患者 講過心路歷程又發生甚麼事 遇到一個好醫生就是他 他就幫他重建了乳房 所以那裏就讓大家再重溫一下 所以樣子一聽就是 尿醫生的聲音 是 我來的 問回重建乳房 很重要 因為女性的性精 最重要 除了眼睛之外就是乳房 那怎會有這麼多膿胸 但是重建乳房 是一個病理的需要 其實我也想問廖醫生 我們先不要說貪靈 其實癌症之後 其實是否一定要做重建乳房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我想在香港來講 都大部份的乳癌患者 做完傳乳刺除之後 其實大部份都沒有重建乳房 我想第一個原因要明白就是 乳房重建不是一個救命的首先 如果做了預防重建 即即即即一起做的話 其實會令到手術時間長了 會流血長 多了 那康復時間長了 如果在私家那裏做的話 那當然可能要給多少錢 預留多少錢來做手術 住院 各樣 那比較不常見的就是 如果萬一真的手術出現什麼事 病發症的話 那康復時間長了 那如果真是患者之後 需要去做化療 即緊接著那些治療的話 那可能會 即是燈了個時間 那我想問 即做完之後 即做這個預防重建之後 那實在是否比一般不做 那個心理狀態是好些呢 我即是外科醫生 不是即是預先外科醫生 那我見大部份的病人 都是做完重建的 那我回答不了你說 兩班人哪班開心些 但是暫時來說 我不多病人跟我說 甚至五隻手指數得起來 說是後悔做這個手術 哈哈哈哈 那非常之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不如說說那個power point 那我們就讓大家知道 重建預防是否一個很重大的手術 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手術 一點都不容易的 是不是很辛苦 那我們由廖醫生去講解一下 那其實什麼人士 或者什麼患者 需要做這個預防重建手術 那其實就是傳預撤除的乳癌患者 那其實傳預撤除會拿走什麼呢 就會拿走整個乳房 乳頭 還有腫瘤上面的皮膚 那所以做完這個傳預撤除之後 那個胸部當然會平坦了 那天會沒有了個乳頭 還有留下一個多長的疤痕 疤痕大概一支圓筆那麼長 沒有用的圓筆那麼長 那下一張看看 所以見到了 真的差不多那麼長的 那為什麼要拿走這麼多皮膚呢 因為要那個傷口埋口埋得好呢 就要皮膚貼回那個傷口底才埋得好 如果我們留那些皮膚 那些皮膚有點起伏 你想留一點點的乳房型 這樣其實做不到的 因為樓下的傷口會積水 還有最後留那些皮膚會 會黏著一塊的 所以呢 就是我們 乳腺外科醫生做手術的時候 一定要令到那個 那個傷口平坦 那才可以令到傷口埋得好 但是這樣呢 你現在好像開了兩個窗碗那樣 那縫埋的時候就 拉著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慢 但是其實我們預了一些位置 不會說真的有拉力 拉開 因為這樣整個窗碗 已經兩個 那我覺得拉的時候 哇 那豈不是很曝 其實在這裏已經是預了 預了 就是油印度是夠的 夠的 他真的做了兩邊 剛好這位病人 真的兩邊與癌 OK下一張 那就是一開始 就是剛才講過 那這個是一個 不是救命的手術先 那所以病人應該要看自己需要 權不決定做一個重建手術 那什麼需要呢 那等一下會講 那重建手術就會 令到手術時間長了 那身體會有多些傷口 就是康復時間是會長一點的 其實有 原因呢 那為什麼這個手術 其實甚至一個大手術 都越來越多人選擇做重建 其實看回香港的資料 是越來越多人做的 那因為其實不喜歡 就是做完廚師撤除之後 就是各種缺陷 就是好像一邊平坦 就是一邊還有一個乳房 一邊沒有了 就是有點不開心 那就是 都是自信問題 第二樣就是 如果真的那個乳房 原本的患者乳房偏大的話 那如果穿衣服 那都要帶二乳的了 那如果不帶二乳的話 可能沒有帶二乳那一邊 那就會有些平 有些古怪 穿衣服上來 那但是問題呢 想像一下 現在冬天 那如果夏天呢 帶著二乳呢 其實都挺熱的 那都會有 不少的患者說 沒有做重建那班 但是有需要帶二乳 那會有一些 汗鮮 或者其他的出診 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二乳呢 可以想像一下帶著 如果去做運動 游泳啊 跑步啊 那可能會遇到些什麼問題 那最後 如果那位女士 平時或者喜歡穿些低空衣 露個乳溝出來的話 那沒有辦法之下 都真的需要做乳房重建的了 那才可以做乳溝 蛤?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都沒有乳溝啊 這樣 平時都沒有乳溝 是啊 所以就 所以就算吧 這樣 摺一下也有 我小時候摺的時候是有的 我也有 所以如果女醫生很好 會覺得這些都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我覺得游泳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游泳真的很大 你怎樣穿那件 因為要塗到泳衣 但沒有 泳衣真的會被你塗的 是啊 那很麻煩 我們休息日回來 再講多些重建乳房的手術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剛才我們說 我們的觀眾都習慣了看血 所以稍後那些 slide 其實都是有些血 那我這一部分的後面 其實我有一個卡通的解釋 怎樣去肚皮 抽些脂肪上的重建 說就是廖醫生說 但是想大家明白些 又不想那麼血腥 其實有動畫片 在我們這一部分之後 會展示給大家看 那我們繼續廖醫生 繼續說 有些人我們都不建議做 例如一些比較嚴重 晚期的乳癌 因為這些人可能 復發風險高些 所以我們想簡單的方法 完成了一個乳癌治療 包括手術 都要希望快些完成它 令到康復機會大些 有些人的心靈可能脆弱些 我們又覺得 可能未準備好做重建 另外可能有些人 傷口的乳合能力差些 腎病 糖尿 食煙食得很厲害 那些人 首月之後那個併發症機會 會高些 所以我們都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人事 那就要再想一想 是否才接受這個重建手術 下一張 時間上 其實我們做乳房重建 可以分為我們叫即時重建 或者延遲重建 即時重建 即是當乳腺外科醫生 拿走完乳房之後 我們立即去做重建 做乳房出來 所以病人醒來 就看到自己有乳房 延遲重建的意思是 傳乳切除的時候 我們就不做重建 等病人做完治療 例如手術 電療 化療 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再做乳房重建 那是哪樣容易一些 我等一下都會解釋 等我們立即躺出來問 即時重建的好處就是 我們一次手術搞定 雖然手術會長了 因為要預留時間 睡了不覺的 睡了不覺的 還有重建效果會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即時重建的時候 乳腺科醫生可以 切走少些乳房皮膚 乳房皮膚是立體的 如果是切少些 保留多些乳房皮膚 再立體些 甚至可以保留乳頭的話 其實基本上做出來 重建的乳房出來 就相似一些 所以效果會好些 不好處就是 當然手術時間長了 還有有些人 如果想用假體重建 等一下會解釋什麼是假體重建 又需要做電療的話 就不太適合做假體的即時重建 下章 延遲重建 即是我們分段去做 好處就是 病人可以很快地 希望可以很快地完成乳癌治療 還有延遲重建的話 如果真的患者的病人 需要做電療的話 其實如果想選擇用假體 即直袋去做重建 其實都可以的 等一下再解釋 這裏可能有點複雜 缺點就是多次手術 起碼都兩次 一次就是乳房切除 一次就是重建 還有重建效果比較差 因為你看到我們第一張圖 那條疤痕是平了的 我們要給一個3D 一個立體的乳房皮膚 其實是困難一點的 做出來的效果會差少少的 沒有即時那麼好的 那物料我們又可以分為 我們用自己的組織去做 或者用假體即直袋去做 那下一張麻煩 那如果用自己的組織去做的話 其實全世界 包括香港 最多的地方 就是用下腹的組織去做 因為每個人有肚腩 有些人很瘦 對 有些人很瘦 有肚腩的就沒有做 對 等一下會再詳細說 那為什麼下腹最多呢 因為肚腩 當然未必個人有 其次就是背部的組織去做 背部其實都不是一個非常好的組織 來的 因為我們借到的地方很少 其實捏一下自己的背部 都不是很多組織 那我們自己的組織呢 的皮膚呢 就去補回因為 那個乳房切除而失去的皮膚 大腿不行嗎 大腿可以的 其實也有人去做這種方法 但是大腿很多時候 就要用一些比較複雜的方法 要駁血管的方法 就不像皮反 就這樣反過來 那就好很多 生存率好很多 那我又想問 這兩個手術做完之後 需要不需要入ICU 不需要的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其實尿醫生都不知道我的秘密 日本人患過癌症 乳牙眉 我有一邊是Passo沒有了 那你關於ICU什麼事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然後呢 十幾年前 我在Passo 但是一邊的椅子沒有了 那一邊的椅子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不太大影響 那你到底的氣心肝做什麼 我也不做 十幾年間你叫我做 因為我又覺得不太大影響 不過我記得當時 算了 都問問整形科醫生 整形科醫生就見我 咦你沒有肚腩 是呀 她說你沒有肚腩 是呀 是呀 很少 是呀 這樣啊 背部拿吧 背部 是呀 沒有肚腩 背部 你背部也沒有肚腩 沒有肚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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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背部拿 你睡幾天在ICU 我說 為什麼要去ICU 因為怕壞死 我拿的皮膚可能比較多 她怕我的皮膚會生不回 壞死 你大腿也沒有肚腩 不是大腿也沒有肚腩 即是不肥 你知不知道我告訴別人 結果是怎樣 大家還是不要減肥 有什麼肚腩都還有渣 肚腩 也是養肥自己 待會我會問你 因為要預備今集 我也上了Youtube看 做LEEPO 其實當時我問醫生 她說 很漂亮的 Debbie 現在做些魚頭 她說很漂亮 這個比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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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立體 不漂亮的那個 就是Tattoo 順便 好笑 然後我說 Tattoo真的不行 然後我說 到時才決定 不要搞那麼多 你知道我當時很煩很多事情要處理 到時才搞 所以我就問了廖醫生 搞到現在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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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年了 大哥 有別的方法做的 你記得一會兒說 好笑 刁下花 他刁下花 好 我們繼續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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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最好選擇 因為柔軟 感覺像乳房 柔軟度像 自然做出來會自然一點 很多女士生育過 其實也有一些 肚腩可以借用 還有 巴痕好 好在可以在內褲下面 突然有一些圖 順便減肥 對 如果那個人生過 開刀的時候 是不是用那條刀 肯開的 不會拿走它 那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然後你會不會 順手指埋皮 會 因為我們就是要 那張皮膚 就是 真棒 我妹妹做了手術 她跟我的醫生說 麻煩你醫生 剪多一點點 拉緊一點 真好的 醫生 好 這個很technical 不說名字 可以再下一張 香港最常用的做法 我們叫大剃皮反 我們叫複直肌皮反 簡稱大剃皮反 那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我們會拿走 小腹的一個肌肉 應該這麼說 小腹的一個皮膚 脂肪和肌肉 這個圖我有看 我就是Youtube這樣看 我就不太明白 因為我是看手術 我看Youtube 其實為什麼反上去 不如看真人的照片 是不是在裡面這樣 我們下一張 一會回來這張圖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不好意思 不如這樣 清楚一點 大家 血腥 大家喝 因為我看都不太明白 要不就做手術 血淋來我都看不到 即是怎樣 這就是我們做的 下腹的大剃皮反 你看到左上角 就是皮反的設計 上面的切線 其實就在肚臍對上 下面的切線 就是在陰毛、齒骨 或者以前生過的嬰兒 那條是正確的在那裡 兩邊去到哪裏 都挺過的 在腰兩邊 會拿走什麼呢 會拿走皮膚 脂肪 和底下的肌肉 所以這個肌肉 叫做腹直肌肌肉 你拿走的嗎 拿走的 即六塊腹肌 即六塊朱古力 拿走一條 整條拿走的 即是人有兩條打動的 這樣走的 還要拿走一條 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的 其實 OK 那為什麼 我們重建 根本就是用皮膚和脂肪 為什麼無故要拿走肌肉 就是因為肌肉裏 就藏了一批血管 那這一批動脈和植脈的血管 就是供應血液給這個皮膚的脂肪 即是皮反的皮膚和脂肪 那這個皮膚和脂肪 之所以可以在肚子裡分離了 搬到胸口裡繼續增長 就是因為它有獨立的血液供應 嘩 很聰明 正如我們不可以在街市 買一塊新鮮豬肉 拔到豬裡 它是不會生的 那塊豬肉會臭會壞 因為它沒有獨立的血液供應 OK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一批東西 怎樣搬到胸口裡 你看看右邊的長途 就是基本上我們分離後 就會揭起上面的腹肚皮 在底下 這樣搬上去 好厲害 就搬上去胸口裡 其實是很大的工程 你整個前腹全開了 對 所以手術其實不是一個小手術 血能能程度都比較厲害 對 這樣搬上去 好下一張 這個就是做完之後的樣子 見到 就沒有東西了 還有很漂亮 但那個圓是甚麼來的 這個圈是甚麼來的 就是胸口的圈 就是因為乳房切除的時候 需要拿走乳頭和乳頭附近的皮膚 所以有一個圈形的 我們叫做Skin defect 有一個缺口 所以現在圓圓圓圓 其實就是原本肚皮的皮膚 OK 但這麼小 但你拿了很大塊出來 對 因為我們要把圓圓圓圓圓 圓圓圓好像乳房形 我們要把圓圓圓圓圓 剩下的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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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肚瓷的位置可以想像是一個肚瓷孔 再加一個肚瓷 也就是好像一顆扭門 一顆扭和一個扭門 其實這個切割是會破壞了原底的肚瓷孔 是破壞了一個扭門 所以我們要在上面的皮膚 開一個新的扭門 開一個肚瓷孔 放回原裝肚瓷出來 即是開一個孔 開一個孔 把肚瓷放進去 其實人是看不到自己的肚瓷是否很不舒服 會的,覺得很奇怪 對,因為我看到有人剪皮不見了肚瓷孔 然後我有個朋友說 我的醫生很厲害,肚瓷孔弄得很漂亮 即是很要求的 即是要有肚瓷孔 是marker 即是要裁回 不過就原裝放回去 原裝放回去 即是原裝放回去 即是肚瓷是原裝的 是你自己的肚瓷 不是他裁出來的 不是我裁出來的 但是肚瓷孔是新的肚瓷孔 即是好像一顆樓 就是這樣扣 那個孔跟你拋出來 好像扣樓 我還回那個樓給你 但是這個樓門其實是爛了 我要做一個新的樓門出來 放回原底的樓 那個肚瓷下去 明白 等一下有相片看 可能會明白 好,繼續 剛才說過 我們要拿走肌肉 其實複製肌的肌肉 如果沒有了的話 確實對身體有少少影響 就會令到我們 那個肌肉是負責我們做sit up這個動作 如果有些人 沒有力 會差少少力 隨便吧 我又不是做運動員 我也很少做sit up 你有沒有做過 有的 內內做gym的時候都會比較重 但問題是 如果真的要用肚子來做手術 但是 真的很想保留的肌肉可以怎樣做 那我們可以用游泥皮板方法做 這個是不太多人的選擇 坦白說 你是不是要看那個評估的情況而決定 如果那個病人是真的好有要求 我之後上澎洲 上蛙艇 我就不敢動了 會這樣的 那我們就要怎樣做呢 我們下一張 照舊 在肚子裡拿一個組織 但是我們在肌肉那裏 就挑一條血管出來 這個左邊就是正面 叫游泥皮板 右邊就是那個皮板的肺脊 我又有看過 又是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現在解釋一下 其實 你見到 左右兩邊角 有一些銀色的鉗 現在畫面很小 其實那個是血管來的 我們鉗了一個血管來的 其實我們在肌肉裏 分一條血管出來 這兩條就是血管來的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再講一下手術是怎樣做 每個身體的肌肉 又會再現實 還有會有很多肌肉 而且會不會 而且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很多肌肉 在身上 最新時代表 一般的肌肉 大部分 有多肌肉 也會不會 hour record you must be well enough for a long operation which is typically six to eight hours if you smoke have diabetes high blood pressure breathing or kidney problems or have had a heart attack this operation may pose two greater risk for you also this operation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you if the vessels supplying the blood to the skin and fat in your tummy are inadequate 这可以判断过一个 CT angiogram 之前你的鸡皮疙瘩 有些认识的认识是认识的 有些认识的认识是关于你的鸡皮疙瘩 当你的鸡皮疙瘩 你的鸡皮疙瘩是伤出的 这些鸡皮疙瘩是伤出的 这些鸡皮疙瘩是伤出的鸡皮疙瘩 这些鸡皮疙瘩是伤出的鸡皮疙瘩 这些鸡皮疙瘩的鸡皮疙瘩是继续的鸡皮疙瘩 而是轭部疙瘩的即将部疙瘩是 choir夜城部疙瘩的 After the operation, you will have a long scar on your lower abdomen, which will be hidden under the bikini line. The recovery from this operation involves a week in hospital and several weeks off work. Most people are back to normal in six to eight weeks. 生有时,死有时,医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上医,医眉病之病,中医,医育病之病. 下医,医医病之病. 护理疾病,最佳的方法,B100有. 医护同行. 主持,註冊护士,路远仪,老人科医生,莊丽. 接着手术是怎样? 接着我们将供应给下腹组织的皮繁,直接搬到胸口, 接着在胸口的地方重新接驳那些血管, 令到这个组织重新在胸口得到一个血液供应, 一个新的血液供应, 令到它可以继续生存,做出预防。 下一章, 我们在显微镜下做血管接驳, 左边是个架底, 翼下的地方, 血管可以在架底搬血管, 或者我们在右下角的图, 在我们的胸口里面, 找一堆血管来做接驳, 接驳完成又成功的话, 这个下腹组织重新有血液供应。 我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呢, 当然, 医生就很熟悉anatomy, 会大约估计到调大血管那些东西, 但会不会有人真的再double confirm, 看下血管走位才开刀做这个手术? 都会的, 如果我们想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一些CT angiogram, 看下肚子血管走势, 和心口血管走势, 里面有些人真的, 心脏在左边都可以弄一点, 实在不是平时的人, 会不会准程度高一点, 会去做会好一点呢? 会的, 其实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 一般都不做检查, 我问就是应用的, 但就不做, 因为为什么医生很有自信, OK的, 好 我們繼續 這個事情做完之後 外觀其實沒有太大分別 但保留到腹植肌肌肉 病人之後會比較有力一點 如果真的很想做一些運動 你下面預防那條藍色線是否已經是縫了 預防下面那條線 那個不是縫針 那個是我們的marking 好美啊 純粹是垃圾 但應該是有個圈 那個圈就是那個大傷口 那個就是那個大傷口 是 已經叫做預防的傷口 明顯是做的 一樣的 盡量吧 你如何測試和平衡 因為你左右很對稱 盡量吧 這裏有些圖 你要秤一下這裏多少 我們會做些量度的 究竟我們需要拿多寬和多高 等下降下去有彈性 變成形狀 你現在做得很漂亮 所以這兩位是 同一個人 左邊是手術前 右邊是手術後 你覺不覺得兩邊很對稱 那這裏是做個 封面 這裏是用大替皮帆 你看到這個女士 她有一個 下腹本身 左邊是手術前 有個巴痕 我們連巴痕都拿走了 做一個乳房出來 這位女士也做了乳頭重建 但沒有顏色 就是未聞藍色 那個是有Tattoo 你看到這裏有顆凸起 有3D沒有3D 沒有完成 這樣 那乳頭你也裁了嗎 我看過那個手術片 那乳頭怎樣裁 等下也好像有 好像這樣說 不要緊你到時解釋給我聽 真的很有興趣 我不會做的 這些都是我過往的病人 都是前後的照片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又不太明白 以前我看過那些手術是一個尖形 就是那個拉 現在為什麼變成圓形 盡量我們都喜歡圓形 圓形就沒有那麼多角 好看一點 好看好多 以前的尖形是很角的 而且做不到平衡 以前是一帶一世的 這些都是一次過就做到這樣 就沒有再做一些復收手術 因為它一次過就可以做到這樣 這些都是沒有復收的 這些都是 這些比較大尺寸 都是一些外殖的患者 大尺寸的我們都可以用個 肚子都可以做到一些對稱 乳房的對稱 而且你看到那些痘 都是開到很低的 所以穿內褲或者泳衣的時候 其實都不覺得 看不到 而且看到那條腰 其實每個之前那些 都被你裁走了 會窄的那條腰 都漂亮了 簡直修復了那條腰 大佬 很明顯的整齡 很OK 這些 所以這些就是過往那些 手術的病人的圖 那自信心真的差很遠 對 有些如果很年輕 通常現在大部份 就是這樣說 想做重建的 都是一些比較年輕的那批 所以我不是說不做 其實現在要做幾多個小時 重建 這樣說 如果是即時重建 我們跟乳腺科醫生一起做的話 我們都要兩組的 意思是說 乳腺科在上面做的時候 我同事下面就做肚子 其實一般來說 六個小時都會做一員 六個小時 那原本是應該做多久 如果只是做乳房那部份 我想大概做三個小時左右 只做乳房 那六個小時都是長的 的確 六個小時都是長的 那你等於做了兩件事 那當然是誠意 我覺得很難選擇 怎樣很難選擇 選擇哪一塊肉 即是要做即時重建 還是之後再重建 我覺得真的很難選擇 其實大部份 我建議都是做即時的 因為延遲重建 是確實很難做的 難做得好 剛剛有個個案是問我這件事 所以我稍後才會請教 因為應該會PASS給你 我覺得真的很OK 因為我的個案可以說一點點 就是年輕了二十幾歲 應該是二三的了 那個案是他去政府 就切除 說明切除 我不能給你選擇 一定切除 但不會即時跟你做重建 可以切除給你 重建再排隊 即時他要做兩次手術 他就不想 不想 所以他又拖了半年 我說 喂 你那隻是什麼癌 大哥 你拖 所以現在整班人在逼他 我稍後會把這些PASS給他 他說 第二個方法 你要是在政府做了一個切除 立刻去私家做 立刻去做重建 不行 不行 因為切除的時候 如果沒有想做重建 是拿走多了皮膚 那他做不到這個效果 是嗎 所以我剛才聽完之後我明白了 我們一會兒有沒有一些照片 是做那個效果的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因為我不喜歡做現次重建 有病人要求我都會做 但是我極之不喜歡做 但是你看到那些這麼漂亮的 於是他就已經開始說 不如連切除都傳入私家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延遲 他覺得 我又要等康復 因為你上面切完後 要等康復 你不會立刻有 是否不會立刻再劏 是呀 不會的 但這些他去電療 不是電好好的組織 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自己組織耐電 是沒有錯 電的時候他的皮膚會有些紅了 有些印 實一點 但是過了那段時間 可能電完之後 可能隔多半年 基本上都幾正常 幾軟屬了 明白 OK 八多樣東西 你出去私家的時候 你就做重建 那切除那個 其實是否都有夾開的partner 有 絕對有 因為你剛才說到 時間這麼吻合 上面做完 下面又剛剛好 那不會說 喂 你下面搞那麼久 我搞定了 那樣的 所以都是有夾開 說是應該時間 match到 去做一個手信 沒錯 因為有夾開的partner 是呀 絕對是 絕對是 那我們守護理 很多人會去問我們這些 這個比較特別 因為想像一下 我們在下腹那裏 拿走這麼闊的皮膚組織 整塊這樣 那樣 所以初期 守護理之後 頭那一兩天 那我們就要調高床板 大腿下面要摺枕頭 希望是摺埋個人的 令到 摺埋 是呀摺埋 令到傷口就不要拉開 這麼多拉斜 因為我們不想人 躺平了 就拉開傷口 那也有點辛苦 是呀 有少許辛苦 差不多到第三天 即一人而二 兩三天左右 就可以坐出來 那我們每一個病人 都走著出院 就不用坐輪椅 又不用烏低聲地走 烏低聲可能要少少 如果真的有些人很緊 很緊的話 真的要烏低聲 但是我們每個都走著出院 所以不需要擔心 做完這個手術 在肚子那麼長的癌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動不了 其實是不會的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背脊 那這個不是第一選擇 這個是第二選擇 那做法就是 我們都是要借用皮膚 借用脂肪做預防型 那這次我們都是同一道理 要拿一塊肌肉 那個叫背闊肌肌肉 就是因為它又是藏了一塊血管 供應 這塊組織的血液供應 那這次打開隧道 就在翼下那裏 架底那裏 又穿上去 又在背脊那裏 穿回到胸口那裏 如果兩邊的重建 虎背和這個虎背不見了 其實它都有肚腩 為什麼我們不想 可能想引手少少少不用肚腩呢 因為如果兩邊重建用肚腩 那就要用了兩條腹直機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如果兩條腹直機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要犧牲的 那就會令到肚腹的 譬如我們做set-up 就是之後再起床 就會差一點 所以如果兩邊的話 我們都可以想辦法 可不可以用背脊去做 但是背脊的闊肌拿了之後 又沒有什麼影響 背闊肌的影響 就真的很輕微 其實我們背闊肌的力 用來這樣夾緊些東西 夾緊 用力夾緊些東西 那這樣就夾不到錢包 對 這樣就夾不到錢包 算了 我也很少夾 我們是可以夾多錢包 但我們不需要用力夾緊錢包 所以沒有背闊肌的話 其實那個犧牲不算很大 我們很少做這些動作 所以就不需要太擔心 下一張 我們就把那個背脊的組織 搬去身體 即是前面之後 你見到那個 我們做的那個 下面就是重建後的樣子 這個都是手去前後 你做完之後 剛才上一張 都一癌一殘 是否要等它自己康復的形狀才能出來 是的 它都會有些remodeling 即是它都會有些少許遷就位置 其實都會 我們剛才剛才說的 就是用自己的組織去做重建 好處就是 其實那個 乳房的形狀就會自然 還有一次的手術 一次的意思是 相比起如果用假體去做的話 就會沒有那麼多手尾根 因為假體其實會有些後遺症 等一下有時間都會講一講 還有額外的好處就是 原來我們用下腹組織做完重建之後 患者的肚腩就會比較纖瘦 腰會比較窄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吸引力 其實也是 用自己的組織的不好處就是 手術時間會長和複雜 相比起用假體 我們也會在公區會有些傷口 以及耳後的疤痕 公區就是肚子和背部 當然 和我們移植栽的皮反 其實未必每次都是那麼順利 因為這些皮反的康復 和它生長成怎樣都好看它的血液供應 如果血液供應好當然沒有太大的問題 大問題是如果血液供應差的話 有些缺血的話 有機會部分的組織會壞死 有些病發症會出現 但是如果初期OK 沒有事的話 就是預計它之後都沒有東西 是的 如果好回了的話 就不會說之後會再難回 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當然有人適合有人不適合 不適合剛才都講過 如果過往曾經做過肚的手術 或者背部手術的話 弄傷過我們要借用組織的地方 那當然不行 那什麼肚的手術呢 那剛才生長又可以 中間開又可以 那為什麼現在又說做過肚的手術呢 那都要看看哪種的 那如果有些人做過肚的抽脂 其實都會有少少危險的 用過肚皮來做重建 因為它抽脂的時間 可能會弄傷了一些供應的血管 那之前一開始講過 如果傷口預合能力差一些 譬如腎病糖尿啊 食煙啊那些人 那就未必太適合做一個 自己用自己的組織去做重建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什麼叫做缺血的壞死 那看到那個圈中間就是那個 自體組織來的 那傷口邊那邊呢 看到一些藍藍的 黑黑那些就是 因為它不夠血 夠不夠得回呢 夠不夠得回呢 夠不回的 沒有血它壞了就壞了 你不能放指甲在那裡撐住 沒有的 沒有血喔 你現在是薄薄調血管給我 可以嗎 不行的 要薄就一早薄 就不是現在才去薄 那這個就是 哪一種皮反呢 這個就應該是下腹皮反來的 沒有記錯就 那 那 好彩呢 通常都是局部的壞死 那就是說 大部分都會生的 但是可能黑了的部分 就會壞了 那你全剪掉它就可以了 是啊 那就會有一個粒陷 那所以就不漂亮了 那其實說真的 我們這個 叫做重建手術 但是其實呢 它最美的性質呢 是一個美容手術來的 嗯 嗯 因為呢 它唯一功能呢 就是漂亮 就是對情 是這麼多 嗯 餵不到奶的嘛 那又做不到 就是 純粹是 美觀 那如果 做得不漂亮呢 那基本上呢 就違反了 我們做這個 手術的 原意 所以就 如果真是 做得不漂亮的話呢 我覺得就 最好都不要做了 如果預計是難做得漂亮的話呢 那就 可能要再想一想 究竟有什麼辦法可以再做好一點 那這個怎樣補救 純粹剪輸了 這個就是剪輸了 就算了 就算了 這樣也好 那其實會不會有情況 不如放一個矽膠進去 如果真是 一個很大範圍壞死 真是整個桿子的話 那其實 都可以的 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邊也放了矽膠 就平衡它 嗯 整大一點那邊 那邊又平衡 整個一大一小 然後 咦 漂亮啊 因為它剪輸了 好 即是這邊剪輸了 就有個桿子 那我放完這個會不會大了 那這邊又變小 不是的 矽膠有大小的 我怕不平衡 不如盛細那邊 兩邊弄大 那麽講矽膠 假體 我們叫假體重建 那當然矽膠是最常用物料 那我們想像一下 以前是用鹽水的 以前是鹽水袋 現在有沒有鹽水袋 現在都有用的 重建都有用鹽水袋 但龍空就很少用鹽水袋 嗯 是啊 那 想像一下 基本上沒有做過乳線造成 因為我記得以前的鹽水袋 我摸下去 就是摸著一個膠袋 裡面有水的感覺 是啊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一摸下去就 為什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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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鹽水袋 其實有時候是 放不夠水 那有時候 袋子會慢慢漏水 都會是這樣的情況 漏水聽得多 正常來說沒有這個問題 摸下去是正常的 所以今時今日 龍空已經不用鹽水袋 因為要靚 質地好 那切了預防組織之後 其實那個架體的植袋 就放在空肌底 嗯 那就沒有遮掩 只有空肌 那女士的空肌 其實很薄的 薄到我猜 可能5-6mm厚 就很多都 頂盡可能7-8mm 其實做出來就不自然 哦 因為太薄 太薄的 下一張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手數很簡單 喂 拿走了一個 乳房切除之後 我塞個袋進去 那我聯繫箱就可以了 那當然不是講得這麼簡單 但是相對的 我不需要在肚子裡 動刀 又不需要背部動刀 手術是簡單一點的 那也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借用組織 不用搞肚子 不用搞背部 這個是個好處 下一張 但是問題呢 有些人是不適合的 例如要做電療的人 不適合的 因為如果有一個植袋 加電療的話 就會有很多後遺症 後遺症 等下可以再講 那電療之後才放 可以 那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再講一下 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好 我們接著再看看 這個假體的 要留意的地方 除了電療 那些人最好不要做之外 另外如果真的 手術需要拿走很大幅的 乳房的皮膚也不適合做的 因為我們要把乳房的皮膚拉起來 我們就不像自體組織那樣 我們把皮膚補上去 這次真的要把乳房亂乳房 乳房皮膚亂乳房皮膚 所以會令到乳房的體積 袋子收窄了 就會令到我可以放進去的 直袋子的尺寸是會小 這樣就不對稱 即是大小一點 這樣就不對稱 我想很容易理解 還有皮膚薄的人 做出來就不自然 因為摸上手 就這樣看 都看到 看都看到 下一張 不自然 還有因為假體 就不是自己組織 身體認到它不是自己組織的話 就會排斥 排斥它就會做了一些疤痕去圍封 這些疤痕我們有個名叫 包膜或者叫甲膜 就是capsule 我們叫做 這個是後遺症 龍胸都會出現 或者龍鼻都會出現 這些後遺症就是 如果這個疤痕太實正的話 就會令到假體會爆 會漏 會移位 高低左右都會移位 還有令到它不像一個圓形 另外有些植袋的病發症 包括有些比較容易受到細菌感染 如果是重建的話 好 下一張 那什麼叫包膜或者甲膜聯縮 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個是做了假體重建 之後做電療的 因為那個女士很想做重建 但是又要做電療 但是又不需要用自己組織 那就要用這個選擇 你看到這個假體 其實就是很不自然的 那個感覺是 整拋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做完之後 就是需要做一個 我們叫做修復手術 去撿好它 我們打到傷口 你看到 白色那堆東西 就是我們叫包膜 包膜 就是這些包膜 會令到假體變形 和走位 還有這個包膜的出現 或者這個包膜厚不厚 其實是和電療有關係的 嗯 抱著假體去電療 其實是比較差的 嗯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所以你看到 其實上邊就是剛剛做完手術的樣子 你看到都很不自然 很警鐘 基本上是圓圓圓 突然間圓圓圓這樣 這個左上 右下我們看到的照片就是 包膜會令到它 它比較不靚不自然 嗯 好 下一張 對上一張 這個就是有一個圖表 給大家看到究竟 用自己的組織去做 和用假體的分別 嗯 其實剛才全部都講過了 講過了 我想最大的好處就是 用自己的組織去做 是自然一點 和可以做電療 假體的好處就是 很簡單 手術很短 但是最不好處就是 它不能電的 還有它會 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需要多次的手術 嗯 好 好 講乳頭 對呀 乳頭 怎麼做呢 我們用一些 我們叫局部 其實我們整個名叫 乳頭乳雲重建 乳頭就是中間凸起的地方 叫乳頭 乳雲就有顏色 旁邊的那些叫乳雲 乳頭凸起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局部皮反的方法去做 局部麻醉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身麻醉 我們在胸部那裏 建一個皮膚組織 捲起它 令它凸起 這樣就成功了 簡單一點 簡單 每個人乳頭不同 那你 高度會不同 高度會不同 如果真的 大部份 我們都是 一點多cm 做到 如果對面沒有東西 那一邊太長 我們也可以縮小 真的 另外 如果顏色乳雲那些 那些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用紋顏色 紋身的方法 不是你做的 這個我不是 紋身師 是紋身師 他們會有相熟的介紹 是 通常都是 醫生有 OK 完結了 我們想問 在過程裏面 我會見到 有要摺埋 所以一會兒片尾 我就有個分享的片 就是 本身是一個 預防重建的女士 她教人做運動 我想問 剛才說 六個小時 一定不是細手術 如果一次過做 其實康復過程裏面 我們要面對什麼 我想第一樣 看看究竟用什麼 方法做重建 最常用的是 用肚子 而又要拿走複殖機 不是很複雜的 那些油膩皮反的話 我想 預算 頭過三個月 三四個月 就盡量 不要用肚力 用腰力 那麼多 怎樣說 Sit up這個動作 不要做那麼多 打一次呢 打一次 我們盡量 都按一下先 你說得很對 我們都會 教病人 如果咳打一次 都按一下肚子 因為 我們想肚子裡的傷口 快點去癒合 和癒合得好些 那 譬如三個月後 那是否反而 反而 你只有一條複殖機 是否 都盡量做一些訓練 給他一些力 是呀 過了康復期之後 其實 做運動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訓練回 那些肚子 我們那些複殖機 或者我們兩邊 那些斜紋機 可以這樣去做 那除了這裏 預防 有沒有一些留意的地方 還有因為你拉了一條皮 反過來 譬如咳嗲底 肚皮 拉到緊了 那我用不需要做一些運動 拉鬆它 其實都可以這樣去做 都可以這樣去做 除了 因為我們拿走 醫癌的組織 令到我們緊了之外 其實 肚裏面 肚皮下面那些疤痕 亦都會令到 病人做完手續之後 會覺得有些 慢慢緊 扯著的感覺 那其實都適合 真的做一些伸展運動 拉鬆它 那這個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 你做 我剛才見你的那些 手術 全部都是 全乳切除 那些 那有部份 預防撤除 那些是否不需要做這些手術 是不需要做那麽大的手術 如果真的想做乳防型 我們可以用背脊的組織去做 我講了 我要ICU 是 因為我們背脊脊的組織比較小 那便適合做一些局部的 撤除手術的 defects 那些缺損 那另外 我們今時今日呢 可以用脂肪移植 是 我們在肚皮 大腿抽脂肪 那是否要養肥 養肥脂肪 這樣移植脂肪 就完成了 是啊 脂肪很有用 脂肪移植就不需要血管 不需要血管 不需要血管 那脂肪好一點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這樣做的 但我怎樣 躁肥自己 我會躁肥自己 你吃多一點就可以了 不要躁肥自己 而移植上去 算了 還是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你屁股有些 屁股有些 屁股有些 有些坐下去 我坐得下去 我就會痛 是屁股痛 不要 吃肥一點 我想問 因為我看到 我們都要 因為我那時候讀書 也有說 要做一些運動 那運動 需要專業地找物理治療師幫 其實康復的運動 做完乳房重建的康復運動 其實都不是太特別 都是一些伸展多 不用專業 我教你幾套 你就自己跟 正常游泳 打球 那些全部不需要 只要做 但植袋是否要遷就住 因為那裏比較重 會不會滑走走走走去哪裏 其實就不會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都盡量做得精準一點 都希望它不走 如果做植袋的話 或者做其他的乳房重建方法 我們一開始的手術期 都會帶回一些 比較一些supportive 我們叫做supportive bra 就是一些沒有鋼線 沒有wire 沒有墊 就這樣包著 包新一些的空位 那其實會令到 那個乳房的型 會掃回那個型 因為它有些remodeling 都會 還有如果用植袋的話 它都會放回那個位 那這些空位 其實手術之後 頭兩三個月都保持著 每天都要用 那這個是有特別的醫療的bra 還是我們又要去一些 其他地方 專有bra 那些去買 其實一般都很多手術後用的胸圍 都很容易買到的 術後胸圍有的 譬如你龍胸或者重建 都是用差不多的胸圍 還有那個圈圈的bar痕 是不是要特別處理 就是要用一些膠來黏住它 讓它不要 就是用一些施力狂去黏住它 不要有bar痕的增生 有些人是會確實有bar痕增的 但是其實又不是太常見 那我們一般的護理都是 其實都幾簡單的 那當然如果想 很擔心的話 都可以用一些產品 就是bar痕貼 bar痕膏去用都可以 整體上譬如我又有事 知道整個 切除了 即時重建 因為通常乳癌 老實說 都要化療電療 就要即做 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沒有影響 你所見過的都是沒有的 因為今時今日的技術就越來越好 那會不會真的有些 所說之後的病發症 燈慢了化療電療 確實是會有 但是其實 現今的技術都 好到都不會說 真的出很大的事會燈慢了化療 那會不會影響到 將來你做後續的檢查的時候 就照得不清楚 諸如此類呢 都不會的 因為乳房重建都不是很新奇事 基本上 如果真是慢一番發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在皮膚 深層那些 基本上 超升波 都很容易見到 或者直接做磁力共振 其實 康復就三個月應該已經搞定 應該都搞定 如果我在三個月裡面 已經開始電療化療 亦都沒有影響 是沒有問題 其實過三個月就已經 沒什麼 繼續人生 化療電療搞很久 可以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亦都會很快把你的資訊給我的朋友 快點給那個女生 因為二十幾歲 不要等了 今集謝謝廖醫生 你看看外面 Andre已經說 我認得廖醫生 為什麼你這麼認得她 她會更漂亮 所以下一集我想想到 有什麼要更漂亮 找廖醫生回來再說 今集謝謝廖醫生 謝謝 沒有化療不用做電療 但是一聽到要全切 其實都很害怕 醫生建議她 同時接受 乳房切除及重建手術 於是 將其中一條複殖機移植到胸部 這樣乳房 在手術前後 都不會有任何缺失 我會擔心肚子犧牲了 開了一個這麼大 四十幾cm的疤痕之後 對於我身體之後做的任何運動 或者瑜伽的動作 究竟影響有多大 幸運是由醫生介紹 其中一個病人 我也很感謝她 她拍了一條影片給我 就是她怎樣做一個很簡單的拱橋 我們叫做Bridge Pose 我都說 原來都可以的 一年後都做到這個動作 我相信我努力之下 可能真的做到一個全拱橋 所以我就用這個肚脂肪的方法去做一個重建 SHA原本以為手術就是打大腦 但手術途中 再發現有一顆大約1cm的入侵性腫瘤 必須做化療減低復發機會 打完針之後第四天 兩針都是 我一吃完早餐 突然間覺得很不舒服 好像沒有氣力 就想暈倒了 然後你感覺到 頸一直流汗 流到身 手都出汗 好像洗完手 在海裡吃碗麵 突然有幾條頭髮 在那碗麵裡 開堂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忍不住哭 就算完結了花療之年 一兩個月後 甚至三個月後 四個月後 有什麼情況出現 可能突然會耳鳴 眼睛的視力變差 我看東西會蒙 忍不住肚餓 我真的變得很不舒服 甚至小便 都不住 一想去就要去 曾經有好心人幫過自己 Sha更加明白 有過來人分享親身經驗 康復的路才不會那麼難走 所以他們開始學拍片 分享康復路上的心得 上個月 他更加成立了一間瑜伽工作室 教一些瑜伽患者做瑜伽 因為開完刀之後 裡面的組織就會亂了 它一關起來 你就很難搞了 所以 重建醫生就說 要早一點開始 做一些腹腔的手部運動 例如會爬牆 例如要躺在那裡 將手拉後 即躺在那裡 盡量將手臂拉近耳朵 有些切了液下淋巴的朋友 可能做不到扶重運動 因為它的臨巴切走 排水系統沒有那麼好 會令到它的手容易水腫 其實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尤其是大的疤痕 它不是就這樣 是一小部分影響我們 它會拉動身體其他肌肉 例如腰部或肩膊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很繃緊 我們的腹腔運動 是一直要繼續的 是一輩子要陪著我們 要不然 我很多時候 有時一兩天不動 不運動 我已經覺得全身會緊 除了滿足一群環症癌者 的腹腔需要之外 它開工作室 還有一個使命 就是照顧它們的心靈 我自己也經歷過 那時帶著假髮去上課 也很擔心 會否移位 如何滲下來 很尷尬 大家全都是同路人 上一次上課 也有五六位 脫下假髮 開心地做復康運動 我也想分享一下 其實是有一個 網上那個我看到的一個故事 是給予這樣的信念 有三個裡面有水 一邊煮滾的鍋 一邊煮東西 第一個鍋就會落 一些很硬正的薯仔 第二個鍋就會落 一個很脆弱的雞蛋 第三個鍋就會落 咖啡豆 在20分鐘之後 變成了很軟 一坨坨的薯仔 第二個鍋就會有雞蛋 好像很脆弱的 變得很實 實的 第三個鍋 咖啡豆 沒有改變到自己 它也是咖啡豆 但是 它就令到整個攤水 就變成一個很香濃的咖啡 想做雞蛋 還是好像我想做咖啡豆 最終我希望有一個 在石區 帶給其他人 有一些很正面的啟發 是不容易走的路 所以 但是同一時間 看到你幫到人 或者 那些同路人 給你一些很 感謝的訊息 其實帶給你自己 很多滿足感 這些不是錢 可以給到你的滿足感 反而你覺得 我人生裏面 真的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 那我會很自豪 就算好像很小 我做了一些事 我就是幫到十個八個 那你就幫到那十個八個 就不要怕走出這一步